不过再怎么样困难 这个搜救工作还是没有办法等的 真的是刻不容缓 所以国防部长颜德发上午 也赶到了南方澳跨港大桥坍塌的现场 指示国军弟兄要全力地加紧赶工 开辟新航道 另外也架设了M3扶门桥 充当临时的海上作业平台 而水下作业大队也一起配合 除了切割水下的钢索之外 也同步加入搜救最后一名愚工 国军M3扶门桥从港口缓缓下水 正式进入港区作业 各个弟兄夹紧脚步 因为南方澳跨港大桥崩塌后 已经开始出现倾斜 桥有向内港倾斜15度的状况 把水下的障碍物 从水下来吊挂到平台 所以M3扶门桥完全是扮演 作业平台支援的一个角色 南方澳跨港大桥倒塌后 国军弟兄赶紧开辟临时航道 但这可不是唠唠水面漂浮物就好 因为在水底下看不到的 是倒塌后的桥梁钢索 然而水下作业难度高 因此也调派M3扶门桥 前往支援 一声令下在渔港内开始作业 两艘扶门桥并在一起 原本用来让车辆通行的扶门桥 现在充当临时的救援工作平台 清除航道之外 也要联合水下作业大队 同步搜索失联鱼工 这个时候如果做爆破 会有一定的风险 所以用水下切割的方式 开辟航道是最快的速度 M3扶门桥过去复兴航空空难 也曾参与救灾 如今南方澳跨港道桥崩坏 除了港内两辆支援以外 还有三辆在一旁待命 国军也为搜救的行动 注入一份心力 记得综合报道